每日来到主人面前 共同经历神的恩典 你现在收听的是 普世佳音灵修节目 每日真言 名字的一表 参考经文 她母亲说 不可要叫她约翰 路加福音一章六十节 许多明星为自己孩子取的名字 都非常奇怪 而近几年 这样的现象 好像还成了一种时尚 好比蓝春藤 西北方等等 这和中东文化的习俗 刚好是相反的 中东文化认为 名字具有深刻的含义 它代表着孩子的未来 许多名字更是代代相传 像撒加利亚这个名字 就是神纪念的意思 以利沙伯是指分别为圣 归给神 这两个名字 都和神的应许有关 但是凡神应许的必然成就 每当人呼唤这两个名字 就是提到神的应许 传扬福音 因为神的应许是人的盼望 以利沙伯说 她的孩子要叫约翰 这可叫人惊讶 约翰 是神的恩赐的意思 事实上 这是神亲自 给这个孩子取的名字 是天使 在好几个月之前 就告诉撒加利亚 神纪往往是打破常规的 借此 好让人看见神的不可预知 也是我们不配得的恩典 当我们跳出自己 所熟知的旧模式 恩典就越发地 显得奇妙宝贵 你是否也有一些 固有的习惯事后 需要打破呢 今天 你需要在哪些地方 操练单纯顺服的功课呢 身为大君王的儿女 你又怎样活出 基督徒的生命呢 当我们一步一步 顺服神 对我们生命的带领 就是在传福音了 而神 也会永远信使于 祂的应许 让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 感谢祢 以祢把我的名字 刻在祢的手掌上 祢的信使广大 我愿意相信 依靠祢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你现在收听的是 普世佳音灵修节目 每日真言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No 感谢观看